民生消費議題要先說到 其實在去年冬筍是因為水汽不足 產量少所以價格是創新高 而來到今年呢天氣比較冷 也有下雨所以產量終於是回穩的 但是現在零售價一台金也還是要350元 而且越靠近過年 價格恐怕還會再張 冬筍切片加入排骨 蒜苗熬煮 鮮甜的高湯簡膩又清爽 還有一口筍配上煎到焦黃的焦肉 倒進醬油爆炒 這道焦肉冬筍同樣是熱門的年菜之一 睽違兩年南投鹿谷冬筍的產量 終於回穩 農民把握好天氣到竹林採收 揮動鋤頭立刻挖出一大顆的冬筍 一整籃的冬筍相較去年的暖冬 對農民來說算是大豐收 今年有這個 今年冬天強烈冷氣團夾帶水汽 冬筍的產量也跟著增加 根據陸股鄉市場行情 最近一週每百公斤最高價格 來到三萬元 也就是每公斤三百元 雖然比去年同期跌了兩百元 但是農民說一量之價 馬上就要過年了 最應景的冬筍 目前零售價每台金大約三百五十元 但是預估越接近過年 價格恐怕還會飆漲 記者魏紹宇南投報導 馬上就要過年 付日在維吾 高羅陋 海大約十多六十一則 紅石 二十一則 北京大約十四十二刀 北京大約十二十四十一則 北京大約十二十六砍